今天跟大家說氣炸鍋 氣炸鍋是近年很流行的烹調方式 所以令到市面上出現了淋淋種種的氣炸產品 標榜著不用油也可以做到油炸的香脆口感 所以很多減肥人士都很喜歡用氣炸鍋來煮食 今天跟大家講解一下氣炸鍋的原理 以及拆解一下氣炸鍋的迷思 雖然氣炸鍋有個炸字 但整個過程中其實食物沒有經過油炸 它的原理大致上與烤焗爐相似 大部份氣炸鍋都會經由內置的發熱管或電風扇 產生高溫熱風 用對流的方式令食物被高溫熱風包圍著 令食物本身的油脂逼出來 然後就造出油炸香脆的口感 Haley 我這裡有幾條平常觀眾對氣炸鍋的迷思 不如我們幫忙解答一下 用氣炸鍋煮食物會不會致癌對身體有害 首先想大家搞清楚 其實任何食物在高溫處理的情況下 都有可能產生致癌物質 好像在一些澱粉質豐富的食物 好像是番薯、薯仔 經過長時間的高溫處理下 其實都會有機會產生致癌物質 炳氣鮮胺、aculamide 而豐富蛋白質的食物 好像是魚類、肉類 經過高溫的長時間處理 有機會產生致癌物質 雜環酸 Heptorocyclic amines 所以其實就不是氣炸鍋有問題 而是高溫處理食物這個方法有問題 難道這樣的話 我們就只吃生食的東西 或者低溫煮食嗎? 所以大家就不用太擔心 有兩個最主要的因素 其實就會影響氣炸鍋煮食 產生到多少的致癌物質 第一就是溫度 第二就是時間 所以其實氣炸鍋有好處也有壞處 大家就自己去自行斟酌 用不用氣炸鍋吧 Helia 你剛剛說用不同的溫度和時間 都會決定做出來的食物有多少致癌物質 那不同的食物種類是不是都有不同的準則呢? 其實根據食安使用氣炸鍋的準則 澱粉質類最好就不會用高過130度去煮食 時間就不要長過12分鐘 蛋白質類最好就用150至180度的溫度 而脂肪類最好就在200度以下就最好了 用氣炸食物是不是真的少了油的? 那炸完再炸是不是可以再逼到油份出來的? 咦?搞清楚先喔 如果你本身那個食物是一些油脂高的食物 好像是豬腩肉呀或者可能是雞翼 其實它炸完之後它還是屬於一個高脂肪的食物 它不會炸完之後會變成一個不高脂肪的食物 不過如果你今天可能是炸一個去皮的雞扒的話 其實它真的會可能逼到一些油脂出來的 氣炸鍋底會有些油份的 大概都可以減到20%的油份的 看到桌面上 今天小隊都幫大家準備了6款的氣炸食品 那不如跟大家一邊開箱試吃 一邊繼續講解一下迷思 其實Hailey我是一個氣炸大人來的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吃香口的食物 但是不可以接受一些炸的食物是冷的 所以我很少外賣一些炸的食物回家吃的 氣炸鍋就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因為即炸即食 但其實告訴大家 不是所有急凍的食物都可以直接放入氣炸鍋 因為有些真的會不好吃 如果今集受歡迎的話 我決定分享我自己一個氣炸私藏的名單給大家 喜歡的話要留言 或者讚好 分享我們的影片 這裡有蟹鉗的樣子 一個就是雞軟骨的樣子 這個我私心推薦的 應該是我介紹給小隊的 真的很好吃這個 但是找得出來當然不是只好不好吃 一定是有些巧妙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們要拿這兩款出來的 氣炸食品不是真的 每樣都可以放進去就很好吃 你們有沒有試過炸一些食物不好吃 我也有試過 有試過發現食物怎樣炸都不脆口 其實是否要高溫才可以脆口一點呢 平常人第一樣是怎樣炸食物呢 我看一下指示 他叫我炸多久的話 那我就炸多久了 第二是怎樣呢 高溫一點 炸久一點 那就覺得他好像好一點 決定一件事 他炸得脆不脆 或者肥不肥 其實廠商在包裝之前 已經決定了 即是什麼呢 你看到這個雞軟骨呢 其實拿上手 你的手已經有很多油份 他不是沾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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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沾的 炸沾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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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沾� 但這就是我們追求比較健康的感覺 所以可能是剛剛小隊說的 為什麼我炸來炸去都覺得它好像是軟軟的 沒有很香脆的口感 我又想要比較香脆的感覺 但我又想要健康一點 也有個小提示的就是 你用一個噴油壺 噴兩至三下 其實它也會有一點點香脆的口感 但又不會整個蟹鉗放進去油炸 我裡面炸全吸油 這樣其實也大概減少到40%的油份 事不宜遲 不如我們試一下炸同樣的時間 看看它們兩者的香脆分別 我們看看包裝的教你怎樣去炸 就知道它真的一個是製成品 一個是半製成品 它這個只需要3至5分鐘 180度就可以吃得了 好像是reheat 這個它總是叫200度炸12至15分鐘 分明它真的還沒煮的 我們既然要做實驗 想拿一個平衡位 那我就覺得不如大家炸180度8分鐘 好嗎 我要說我們的實驗是失敗的 第一次我們用180度8分鐘 然後它的蟹鉗出來 完全好像跟放浴缸是沒有分別的 然後我們再炸多了大概5分鐘左右 它兩個就像樣子 我覺得氣炸的最壞的是什麼呢 它有一個缺點就是它風吹不到的地方 它一定是一坨濕的 其實它的口感是好吃的 它的味道都不差 但是它就真的沒有了外面很脆的口感 它現在全靠它的麵包糠的粒粒 它會支撐著它有一點點炸的口感 不是很適合氣炸 它真的要下去油炸才能還原到我的口感 Terry你試一下 我首先要幫它說一下說話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知道它還有一點脆口的感覺 但是它每100g都是0.7g的脂肪 你吃到脆口的東西 但是它都0.7g的脂肪 我覺得你原諒它 而且它味道真的不錯 但是蠟粒真的有點偏高 難怪我吃完100g它有829毫克的蠟粒 不用那麼重手的廠商有時放些東西 這個雞軟骨 不用說的長期在我家 但是它絕對不是瘦的東西 雞軟骨它本身是脂肪低的食材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烹調雞軟骨的方式 拿些是炸粉之後拿去炸 是外面的炸粉令到它的油脂高 而不是本身雞軟骨它自己的食材 那個脂肪高 它沒有在我家的時候炸得那麼脆 不知道它是不是被太鹹影響了 但是它真的好像在外面炸的口感和脆 這個還原到七成 這個還原到三成 而這兩款是植物肉來的 剛剛都說我是氣炸大人 但是我真的沒有炸過所有植物肉的食品 素食的食品我沒有氣炸過 你說炸過什麼滑原波波就有了 但是這些植物雞塊和植物魚塊就沒有試過 植物肉呢 它都是一個大豆蛋白質來的 蛋白質類最好都是用150-180度左右 那有沒有說時間要炸多久呢 時間的話其實蛋白質類最好就不要超過20分鐘左右 其實越來越容易適合一個致牙物質 Heterocytic Amens 大家記住蛋白質類和澱粉質類 適合的致牙物質是不同的 不過兩者其實都是會致牙的 拿上手都很明顯 應該已經炸過處理過才放進包裝 所以拿上手都是油的 即是你看到我的手已經亮亮亮的 還有兩款雖然它的形狀做到不同 但聞起來還是那種大豆的素食味道 它建議180度8-10分鐘 因為兩款都是同樣類型的東西 嘩 炸完出來 那個麥雞還原到樣子好似 不過拿上手都是油油的 應該大家不用驚奇 一定不是一絲絲魚柳的感覺 它都應該是纖維的感覺 蠔無餘味可言 它就是在吃一個蜂巢豆腐的感覺 差點什麼 如果加點沙律醬和茄汁的話 可能它可以給我Fish&Chips的感覺 多謝你 試試這個麥樂雞 也是剛才魚的味道 它這個優勝一點點 它起碼做到纖維的感覺 有點像麥樂雞 而且它那種大豆味沒有那麼突出 我覺得麥樂雞這個比較好 澱粉質類最好不要高過130度放入氣罩 大家可能會覺得 哇 130度那麼低 究竟可不可以炸熟的薯條 我覺得真的不用擔心 因為大部份這些澱粉質薯條類 都是製成品 所以你知道翻熱它 如果它表面脆了 有一點點金黃色 其實就吃得了 不然你炸到它 很高溫 焦了 就真的所有這個 冰氣鮮胺 全部都出來了 那麼低溫 做不做到油炸的七成的 說真的 我自己真的沒試過用130度去炸的 我自己也頑皮的 我可能起碼用150度 或者至180度去炸 不過炸到金黃就停手 今天為了大家 我們也做過小實驗 試一下用130度炸12分鐘以下 會不會真的可能還原到 起碼七成 即十成我自己也沒什麼信心 薯波呢 好大顆 薯波裡面還燒了其他東西 它又有cream cheese 又有腌肉 即是今集不是說介紹給大家健康的東西 大家就圓形不露 買了邪惡的東西想回來試 在薯條的營養標籤都會看到 為什麼有些的脂肪這麼低 有些的脂肪都可能可以去到5-6g 就是因為剛剛說的 它是預先炸完之後才放進袋子 只是還沒炸 可能已經切了一條條的薯仔 就已經放進袋子了 真的低支一點的話 可能炸極也可能是比較軟的 而這個它每100g的話 其實都有3.5g的脂肪 薯仔 它怎麼會有3.5g的脂肪呢 所以它一定是已經製成了 我上手也有不少的油份 所以這個我很肯定 它炸出來是好吃和會脆口的 不過130度就保留一點點了 其實它越深色的話 代表它產生的自然物質 丙起鮮胺就會越高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 它開始脆口或者可能它熟 這樣停手的話 它的丙起鮮胺就真的應該不高了 都明顯看到它變了一點點 不可以說金黃色 即是深色了 其實它是好吃的 但是它不是薯條 它是薯蓉 因為它完全沒有脆口的感覺 它是用180度的葉風去吹熟了它 它還原不到七成 它還原到三成的 我想它用回它的指示 180度炸 它應該是好吃的 所以這是一個兩難處 就是跟你說 吃氣炸鍋的東西可以 但是你就要用130度去炸一些薯條 那就不會有這個丙起鮮胺了 但是你就會接受吃一個不脆的薯條 那你會怎樣選擇 我寧願用高溫一點去炸它 但是可能我一星期或者十至兩個星期才吃一次 之後就吃一些十字花科類的食物 可能幫自己身體再排出這些自然物質 那我就寧願這樣 因為有時生活和健康都要平衡 這個我吃一條就停口了 半條就夠了 我對不起它 本身它應該會溶到130度的芝士 這個實驗是證明130度是炸不熟的薯波 熟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真的不用擔心 說了很多次了 它是製成品 所以它一定是熟的 只要它是熱的話 它不是冰的話 吃下去一定不會肚痛 但是你不會想吃一個這麼肉的東西 有必要放進去呢 炸多一陣 如果重複炸的話 做不做到那種脆口感的 當然啦 它做到的 但是如果你這樣很容易失手 突然間撞高溫回鍋炸的話 它可能突然間會焦在一邊的話 越深色 冰淇淇淋就會越多了 而且有時候我們可能用氣炸鍋 用完之後不馬上洗 很懶的嘛 其實它的邊邊就會有黑色的焦 其實那些都是一些 可能是指牙物質冰淇淋來的 真的用回180度炸多了一陣 它可能不是那天很脆口 但是這個呢 我好接受到 好專家啦 180度和130度就差這些 這個好吃 所以我們這個130度去炸這個澱粉質 說不定這樣是失敗的 大家都是用在180度啦 不過一兩個星期吃一次好了 最後跟大家說一下 使用氣炸鍋的小提示 提示一 任何食物在高溫的情況下 煮得久都會有機會產生治癌物質 使用氣炸鍋有兩個最主要的因素 會決定食物有多少治癌物質 第一就是溫度 第二就是時間 所以氣炸鍋有好處也有壞處 大家自行斟酌用不用 提示二 根據食用氣炸鍋的準則 澱粉質最好就不要高過130度去煮 時間最好就少過12分鐘 蛋白質最好就150至180度 而脂肪率最好就200度以下 提示三 雖然氣炸比油炸少油 但是都要留意本身食材究竟的脂肪含量高不高 如果它本身是一個肥仔食物的話 吃得多都很容易會肥的 還有都會增加我們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所以一星期最多吃一至兩次氣炸的食物好了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我們Healthy的Facebook或Instagram 記得按讚我們這條影片 按鈴鐺就不會錯過下影片 好啦 下次再見 拜拜 是不是很期待我的氣炸私藏list呢? 耶 targeted